来 拿着 大家先排好队啊 不着急 每个人都有的 来 后边的排好队 排好队 来 拿着 给 不着急 不着急 来 我是代表古镇长来看望大家的 大家受苦了 党和政府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古镇长也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好 虎哥 你搞活了 知道吗 咱们昨天要重建了 知道 叔 你说咋办吧 先要弄清情况 重建的方案是什么 国家出多少钱 我们出多少钱 国家能给多少钱啊 那么多人受灾呢 他只要能把路给咱修好 就感激不尽了 灵况一挖好 咱不要国家一分钱 自己就能高好重建 就是 来 婆婆 拿着 来 给 谢谢 表姐 表姐 又是你这个错过了 别抓这 我过来帮忙啊 表姐 你看你是冒着烈日 我今天不离阿胆一样 你是冒着余震的危险 来看望我们 我真是感动啊 表姐 上回说的那个事 你们嫌罢的钱啊 我听说啊 世人要在凤凰村对建渣 这事啊 归你表格管 明白了 大家排好排好 这是古镇长啊 亲自派人给你们送来的 每个人都有 哎 你们在洗脸的时候 喝水的时候 刷牙的时候 一定要想着古镇长 好 好 来来来 你用得着这么用啊 你用 我不跟他们讲明白 这个分不是大的狗子上了 来 来来来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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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你在这干吗 哎 我是代表你来看望大家 谁让你代表我了啊 啊 我给你打招呼啊 你是你 我是我 别成天琢磨着代表我啊 你也代表不了我 顾镇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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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顾镇长 有什么事啊 听说凤凰村要重建 大伙兴奋极了 有使不完的劲儿 您有什么指示 我们大伙无条件地服从 谁告诉你们 凤凰村要重建了 哎 这都传开了 哎 林铁力他们不是都修路去 我哥霍雷他们都接电线了 对啊 就是啊 这事 我不清楚 您都不清楚 谁谁清楚呢 哎 这样吧 我到上面 帮你们打听打听 啊 回见 顾镇长 哎 顾镇长 哎 哎 表哥 表哥 谁是你表哥 说 什么事 表哥 向运剑渣那种小活 就让我干嘛 你是从哪儿听说的 哎 表哥 你千万别着急 是 这虾有虾到蛇有蛇路 我自有我的办法 不过我知道 什么是保密 那你想干嘛 为家乡的重建做贡献啊 哼 我怎么也不相信 你这种人会有这种想法 哎 表哥 你可千万别闷闷闷都砍呢 把我砍变了 我这回是卯足了劲儿 一定要为家乡的重建出点力 那我可把丑话说到前头啊 可没赚的啊 哎 表哥 我绝不是为了钱 那为了吗 为了面子 不 尊严 我不信 表哥 我实话告诉你吧 头两回 给村里引字啊 都给弄砸了 这回啊 我一定要争口气 一定要搞成一回 表哥 你就帮我我吧 啊 那行 我给冯局长打个电话试试啊 哎 谢老板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慢点 王总 哎呦 我已经不是老总了 哎呀 我还是习惯了这样称呼你 哈哈哈哈 我代表陈建局 首先要感谢你啊 听说地震中 你也受了不下的损失吧 可你还主动申请 帮助我们解决了 运送建渣的事 这种精神 太可贵了 那是我应该的 应该的 不过 我们也不能让你亏本 按规定 运送建渣 一车六百元 这是先预付的五万人 你先剩下 不不不不 我不是为了钱 黄总 桥归桥 路归路嘛 这亲兄弟还要弥算账 收下收下 局长 我真不是为了钱 那你是为了什么呢 说实话 我就想听起你的实话 为了面子 这次 杰力啊 忙啊 黄老板 什么事啊 来来来 抽烟 抽烟 抽 来来坐会儿 好烟 好烟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这回啊 这市里要清运废墟上的建渣 我呢 灾后重建还没插过手 回想啊 这事我得管啊 所以我一拍胸口 把这事给揭了 分文不举 指图奉献 谁 你啊 我 真是好事啊 哎呀 这好事是好事 可俗话说 没有打虎一 别举撞势盘 所以呢 我来求你帮忙 来 好兄弟啊 不瞒你说 这村里人啊 都觉得我黄立强 是个唯利是图的人 你看我像吗 这个 别拿老眼光看人啊 也对也对 你看这样啊 嗯 我们阴下市刚好呢 有一批车队 这两天要回去 我跟他们商量商量 能不能让他们玩走两天 这样的话呢 能帮你拉多少 就拉多少 你开心 哎呦 那太行了 那谢谢了啊 就这么定了 哎呀好 来 动起来 我总可以在凤凰村 老老双双面前 哎 哎呀 老爹老虎 哎呀 你这么天地 天地 哎 黄老板 你这这么拿脸啊 你救我 救我 天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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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春啊 嗯 写什么呢 凤凰村的重建方案 行了 你别折腾 上有市委市府 中有燕霞市援建指挥部 下有五分户 能轮得上你的方案吗 爸 我的方案 那可是有相当的含金量 能强得过上面的方案吗 爸 为什么我做点事 你老是抵触呢 我说话的时候你干嘛也抵触呢 我知道 你还在怨我回乡里来了 哎 我是怨你这么多年的书白读了 我回乡里来有什么错呢 你回来有什么用呢 我以为你会理解我 佳川 我以为你会在城里头 好好地把握自己 我以为你会在城里面 我以为你如果有幸多的地方 清水 要走 我以为你会在城里头 我以为你会在城里头 陆老师 还没睡啊 他怎么睡这儿啊 李草不在我就让他睡这儿呢 我又花了钱啊 看这模样 这这这这 又碰上什么高兴事了 好事 赚钱了 陆老师 别拿老眼光看人啊 这回啊 我真的为灾后重建 办了一件漂亮的事 而且挺大的 哎呀 黄立强 说话痛快点 好吗 大贡献啊 陆老师 这个贱渣的事啊 还不是我黄立强出面 搞定了 是吧 贱渣的事 你 你搞定了 陆老师 陆老师 北汇 等会儿啊 陆老师 北汇 这么晚了什么事啊 我公公在吗 他不是上你那儿去了吗 没有啊 你说他这是到哪儿去了呢 这事都怪我了 陆老师 怎么能怪你呢 你对他够好了 我公公那个人哪 他有时候借起来 他就是借 真是 那要不这样 白慧啊 我们到派出所去 找老马帮帮忙忙 你说呢 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 走 走 好 走 走 铁列 转过来 铁列 这都 这都灰头土脸的 有什么可拍的呀 前面 你们 把这大舌头掃过去 铁列 我今天可是特意来看你的 听 这话我爱听 来了 这么点行吗 行 没问题 英超回来了 知道吗 知道啊 一会儿你抽空也看看他去嘛 刚去采访完他们 是不是他永远都得排到我前面啊 随你怎么说吧 你还拍不拍 拍 来 一二三 鞋子 黄瓜 老马 老马 嫂子 老马 那个我供供他 贺老婆他失踪了 对 失踪了 多长时间 都有二十四小时了吧 二十四小时 按程序讲二十四小时不算失踪啊 贺老婆他该去的地方都找过吗 找了 到处都找遍了 就是找不到人 你说这银山镇也就这么大个地方 他能去哪儿呢 老马 你帮我分析分析 他会去什么地方呢 嫂子 你看你们都不知道我能分析 对了 有一个人 他能分析 我说你还是个男人吗 谁没经过地震 谁没失去过亲人 你就打算这样过一辈子吗 你对得起他吗 对得起你自己吗 哎 说你呢 这招对他不管用 刘白 刘白 我说警察同志 这儿又不是菜市场闯进闯出的 不知道尊重别人的隐私权吗 不是刘白 这上人命关天 你必须帮帮忙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你看看 连个大活人都找不着 你们怎么回事 再出去给我找 找不着你就别回来要值班 快去 别管我拍我了 拍个印钞去嘛 撒竹快另了 先生 马就走 咱们撒子 咱们撒子 去哪儿啊 我狗狗他不见了 啊 刘白医生说 他有可能是回凤凰村了 这不 人急着去找他呢 他回去干嘛呀 我哪知道呢 白慧别急别急 肯定能找找的 对 没事了啊 来 嫂子 咱们别的话甭说了 赶快去找吧 对对 跟你们一块去 走走走 注意安全啊 哎 走走走 儿子 爸 谁啊 谁啊 我百慧 爸 你干什么呢 修房子 你修房子干什么呀 不修房子我住哪啊 爸 爸 您放心 这辈子有我住的就有你住的 我现在已经是段子绝孙的人了 趁现在还能动 给自己留个后路 爸 贺老婆 你要修房子也不用这么急嘛 等规划方案下来以后 大叫火一块盖不是挺好吗 等不急了 万一我明天就延续吞腿了 我明白了 贺老婆其实是担心 担心什么呀 他怕真的成了没人管没人要的孤寡老人 贺老婆是吧 人无千日好 华无百日宣 以后的事情谁还能知道 贺老婆 我给你开一个厨房 保证您满意 写什么 什么秘密也不让我看 好好好 自己写吧 陆老师 你在这个厨房上接个罪 我 如果我陆仲文和江百慧结婚 我保证 对贺老婆不离不弃 可以生养死葬 照顾终身 这 当着贺老婆的面你表个态 如果你和百慧大姐结婚 你会对贺老婆怎么样 结婚 这咋回事情啊 这个 百慧还配不上你啊 不不不不 贺老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呀 那这样吧 我只要你保证 如果你们结婚 要对贺老婆不离不弃 养老送终 这个我可以保证 就这么说吧 就算我跟百慧没有任何关系 我 我也会给贺老婆养老送终的 那好 那我们今天就以地下的亲人们为事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但是 这个 结婚这 我明白了 现在问题不在你 而在他对不对 你真不愧是搞心理学的 你先把字签了吧 好 大老婆 嗯 触发 好 好 没事 这个事啊 就包在我身上了 地匠肉 我是说啊 你这个女婿娃子 活着了 拜会 我刚才我不是说 行了行了 谁说过要结婚了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来 大家喝开水 刚刚笑开的 老师 这两天您挺辛苦 我们这儿受刺重建的事 要不您先休息 你们开会 天上秋风啊 给这个菜面面 房立强啊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陆老师 来来来 进来喝两杯 来呀 那就坐会儿吧 来 来来来 来 坐坐坐坐 来 后面酒 不不不 酒我就不喝了 那那那吃点花生 行 碰见什么高兴事了 陆老师啊 上回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家乡的灾后重建 这回我黄立强要拿链咯 哎呀 别卖关子了 说 什么事啊 陆老师啊 这可是千真万确 我跟你说 你带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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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凤凰村作为剑渣甜美厂 嘘 有点声 保命 这个重建方案还没打通到 也不知道这有什么可保密的 依我看啊 咱们也不用管他们了 反正他们修他们的 咱们建咱们的 我们这个彩沙厂啊 我把所有钱都拿出来 修路 开林矿 如果不够呢 我希望咱们动员村民集资 只要把这矿开起来 别说一个凤凰村 十个凤凰村都建起来 对 对 对 是这个 对 进来 陆老师 您来来正好 我对重建呀 有些新的想法 您帮我参谋参谋 甲川 这事以后再说吧 我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啊 我听黄厉强说 咱们凤凰村 已经被规划为市里的 废墟建渣的填埋场了 不可能吧 千真万确 黄厉强 已经把清运废墟建渣的活 全揽下来了 车队 是林铁里找的志愿者 这件事 还有谁知道 郭厉强让保密 其他人 应该不会知道吧 我看 修路和采矿的事 可以定下来 不过 我们还是表决一下 同意的举手 好 霍伙 你接着说 其实啊还是钱的问题 我 家春 我们开会呢 你来干什么呢 我来 不是 家春 你现在可不是我们坐这人 等你签完名再来吧 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那家春又不是外人 人家是研究生 没准啊 他说的话对咱们还有用处呢 来 家春 坐坐坐坐 坐着呀 霍伙 接着说了 刚才我们不是提到这个村民集资吗 我让冬娃那去摸了摸情况 咱们村的人啊 现在手头都紧 没什么紧 其实我觉得没钱没关系 咱们不是有的是力气吗 没有挖掘机 咱们就自己抬 没有压路机啊 咱们就打夯呗 当年 我爸爸跟那书记 去修那个川藏铁路的时候 那不也这么干的吗 我赞同百会的意见 人活一口气 我们就是要有这股干劲才行 师叔 我就等你一句话 憋着这股劲 我憋了很长时间了 对 书记 我们也等这一天等很久了 婆婆 你说呢 现在呢去林矿的路有两条 西边近 不过呢绕过凤狂山 修路有困难 东边修路倒是好修 不过路途太遥远了 我们现在得的是疾病 不能吃满药 还是走西边的路 行 剩余的事 咱们明天再说 爸 如果凤凰村建不成了 您会怎么想 你说什么 我是说 如果有人 不让我们重建凤凰村 他敢 是不是 你又动什么心眼了吧 这个 真没有 你今天 在会上想跟我说什么来着 爸 我说想说呀 咱们没钱 如果按照土办法上吧 是修不好这条山路的 您是修路专家 您应该明白啊 我明白 但是我要告诉你 车到山前必有路 到时候 我知道该怎么办 不过 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 家澄 你也看见我们凤凰村的人懒吗 不是 人没了 家没了 人活着还有什么劲 我要让他们有笨头有盼头 活得体面 活得有质性 你知道吗 爸 你说的我都明白 所以我特别佩服你 但是 坦率说 您为我想得远 那是什么 等时机成熟了 我会告诉你 也会告诉全孙人的 冯寺长 托你办的那事 办得怎么样了 还得等几天哪 那行 那我再做做他的工作 好嘞好嘞 再见 冯寺长 好 伙子啊 什么事 说 我那个林矿的手续办的咋样 这个 应该还在办你当中吧 没啥问题吧 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我可就修路了啊 修路 你修什么路 进山的路 你资金从哪儿来啊 村民集资 我是祸祸啊 你别添乱好不好 添乱 不 出啥事了 好 没有 这样活活 过两天 我再去帮你们打听打听 这手续的事 郭政长 郭政长 我这赶上菜市场了啊 说 什么事 您能不能跟师弟说一下 别把我们村拥来填检章 啥 你怎么知道的 要把我们凤凰村填埋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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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来 快进来 来 来 快进来 快来 快来 快 都进来 都进来 好 你今天怎么了 大家这么高兴啊 恐怖吗 我们村啊要重建了 这下我们可算是有盘头了 是吗 那太好了 这样 那咱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事 重建这事 对啊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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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你拍什么桌子 有礼不在言告 算计 不是 郭政长 那这事就没缓了 这是市里的决定 没缓 我 我找他们去 胡子 你也是个村干部 别盯着你那个凤凰村 得有全局观念 我就是再有全局观念 我也不能连家都不要了呀 郭政长 你去找市长 给我们凤凰村求求情 为了全市里的重建 我得服从大局 胡子 你是不是也要拍桌子 我既然来找您 肯定是想到了解决方案的 方案 大家说说吧 这重建快开始了 你们大家打算把家建成什么样 没什么想法 我们只要能恢复成原样就行了 对不对 对 对对对 那这样吧 你们可以把你们想要的家 都画在这个黑板上 凤凰村 我们被规划为这个全市建杂的填埋点 其实我也不像这样 我知道 但是为了全市的重建 我们得舍小家 保大家呀 我知道 知道你还 因为这是无谓的牺牲 你说什么 顾阵长 我想了很长时间 这只是个思维方式的问题 两个原因造成的 一个是 为了抓进度抢时间 二是 全市的在后重建 缺乏一个整体的规划 所以 凤凰村 就成了无谓的牺牲品 可是 您换一个角度看 其实 这些废墟建杂 还是很有用的 有什么用 我和好多志愿者 每天都要从省城 拉网房回来 都要经过咱们城外的清凉河 河边的风景特别优美 当时我就在想 如果修一个十里观景河堤 再在河堤两边 修上房古建筑 搞一条步行街 又有观景长廊 又是商业街 说不定 能成为福荣室的一景了 今明我都想好了 就叫 盛世华章 沿着这个思路 您想想 拓宽和低 加修长低 那用什么东西 填充入积最好呢 你是说 用剑渣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这主意 是 是你自己想的 还有一个人 谁 就是那个老王 他是做什么的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您觉得我们的建议怎么样 小川 你相信你自己吗 你相信你自己吗 贺老伯 你不画一下你未来的家呀 我就不画了 不过我有个建议 那小范他们这一次修新家的时候 你那个院门一定要修高点 不然了 每一次上你们家都想装狗洞似的 贺老伯你这话说 都别笑了 叔 什么事这么着急 咱们村 咱们村要被弄成剑渣填埋场了 什么 这怎么回事 这是真的吗 真的 不行 我得去找他们去 叔 找也没用了 我都找过了没用 一点运气都没有了吗 刘叔怎么办 没想到这么快 你就搞出一套完整的方案 家传 你真的相信 用剑渣剑河堤 然后将来在河堤上 剑你那个盛世华章吗 哦 这可不是写篇论文 更不是小孩过家家 我知道 可市里已经形成了文件 要推翻唐克容易的 顾镇长 您不是在搪塞我吗 哎呀 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但是也不应该有那么复杂 得赶紧把方案交到市里边 要不然就出大事了 顾镇长 要是你不交 我就一个人去市里交 没时间了 牛班医生 他们人呢 他们 他们都走了 去哪儿啊 不知道了 霍虎来叫走的 霍虎 家川 杜老师 霍虎人呢 霍虎领着大家伙 拿着锄头棍棒 瞧风我们春去了 走 家川 咱俩一块去啊 哎呀你又不是 哎呀都这个时候 还分什么离我呀 走走走走走走 上去吧 上去吧 等等 上去吧 叔 顾镇长万一要是猜到 我们会闹事 肯定会在路上劫咱们 好 这样 我走大陆去小道 你带着村民们 从小路包抄 好 快去 好 小弟妹跟我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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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了 是啊 你们这事要去哪儿啊 运送舰渣 这也为灾区重建出点力气了 上车 哎哎哎 什么意思啊 我们帮你们倒舰渣 哎呦 那太谢谢了高连长 哎 谢了啊 上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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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co� 走 走 走 刘家川 家川 刘家川 刘家川 家川 刘家川 刘家川 你们俩上车吧 不用了 靖阳 你走大路我走小路 咱们分头继续呼呼他们 谁先追上 都要拦住他们 好不好 行 走 今天要宣布新手组的认识 就看要有点心理准备 放心吧 局长 不管是在什么岗位 就这位的礼服 那我就放心 大爷 坐吧 今天我们开个短会 主要是关于新所长任命的事情 由于杨所长在地震中牺牲了 需要任命新的所长 老郭 有些事我真想到市里去汇报 可又怕把矛盾往上推了 要是不汇报 又觉得刘家川的想法挺有意思的 就是胆子大了一点 还有万一霍火他们闹出阁 这责任我可负不起啊 老郭 我是不是已经没有年轻时的闯进了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坐久了 就像刘家川说的一样 已经官僚旗帜了 你打圣城转员回来 我多么想你早点儿康复啊 喂 什么 霍霍霍 参阵驻载中 同志们都表现得非常好 体现了高度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尤其是马千里同志 真正发挥了一个老同志的 模范带头作用 值得我们大家好好的学习啊 经过局党委慎重的研究 新任银山镇派出所所长是 林杰同志 我 是 派出所电话打出来 你觉得没人接啊 那直接他给阿玛了 阿千里 行 是 我说马千里 你慢 好 好好 是 我明白 是 小王 有紧急情况 准备马上出警 是 等等 林杰 郭政长打了电话 风红村桥的有突发事件 我们是不是马上出警 你派我出警 你现在是所长 我请示你是不是马上出警 马上 马上出警 是 好 到了 到了 等等 快点 是 到了 快点 全部到警了 都来了 好 好 快点 好 这边 那边等一下 驾 甲圈 爸 甲圈 你怎么来的 拿着 好腰的 是条汉子 甲圈 拿着 跟我们一块去 爸 你们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咱们快点 慢点 吴镇长 你可来了 冰茶 来 把部队带走 是 是 全天 撤离现场单命 等着 向左转 报告 动 虎子 部队撤走了 我们俩谈谈 别动 虎子 你究竟想干什么 我要见李市长 你还是不是我们凤凰村的人 正因为我是凤凰村的人 所以我要阻止你们 你别拦我们 我们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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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我的马抓 难道我们要跟他一起马抓吗 你别拦着我 乡亲们 跟我走 大家走 走 走 走啊 打起来了 我保护你 走 走啊 走 快 快点 快点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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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子 你这么做 为了什么 为了我的家 为了我们的凤凰村 虎子 队长 我们来了 好 来了就好 怎么了 怎么没带武器 那是虎子 带什么武器 虎子 赶快把这个人平息了 虎子 马哥你别过来 虎子 你还知道我叫马哥 你看 今天马哥什么东西都没带 就想好好跟你谈一谈 虎子 别过来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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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马警官 虎子 我不算通用武力解决问题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虎子 你采用这种极端方式 也解决不了问题 你到底帮哪边 不管我帮哪头 大家出发点是一样的 但是你这样做 只能适得其反 对呀 虎子 走 我来了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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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顾 情况怎么样 施加 别往前了 前面太危险 你们原地带病 好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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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再过来 你叫霍虎 对 你看啊 咱们现在就这么僵着 你说的话 我也不会 行 老顾 市长 同志 好 好 老顾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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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主阵长 他们来干什么 大家不要动啊 走 安住 安住 黎学长 您是我们老百姓的父母官 我希望您能认真地听一听 看一看 我们凤凰村人 自己的心生 对 对 我们会去这儿 好 大家有什么话 尽管说嘛 好 把你都停 停 伏老乡亲们 大家的意见和要求 我马上将示威汇报 一定会给大家一个 满意的答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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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 咱们凤凰村 银山镇 还有咱们芙蓉市 今后的灾后重建 大家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建议 都可以直接照我谈 好不好 好 好 市长 市长 我还想问几个问题呢 下次吧 咱们总得给下次见面 留点话题嘛 李市长 关于检查的处理 我写了一份报告 交给谷镇长了 好 您放心 我一定会认真看的 谢谢您 好 再见啊 再见 李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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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个事我没处理好 不应该惊动你 我知道 盗建扎的事情不是你决定的 可关键是 为什么不先做通群众的工作呢 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听取群众的意见 那许多矛盾冲突 都可以化解掉嘛 就会防范于未然嘛 对不对 李市长 你批评得很对 凤凰村党支部书记是刘中瓦 他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 地震中又受了伤 工作有些力不从心了 霍虎是村委会副主任 老主任去之后 一直没来得及改选 再后重建的压力非常大 领导班子的问题要尽快解决 我明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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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弹 你刚才说的那个炸弹 你还真以为是炸弹 都是礼炮 太漂亮了 好 凤凰村在这次抗阵救灾中 表现得非常好 是市里的优秀典型 我真希望他们在重建中 也能走在前列 成为新的典型 好 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了还让大家赶到银山镇来开现场会 不过这个会不开是不行的 今天对不起了 为了保证原件工程用电 这里压负荷停了电 不过也好 这样呢 大家就毋用拘束了 畅所欲言 言者无罪嘛 按惯例 周秘书啊 先点点名 好 我点了名的同志 请把你的手点亮一下 教育局 成建规划局 卫生局 文化局 工商局 你 陆老师 白贵妹子 你 您来了 真是不凑巧 你看这会儿停电 我这儿又没手电蜡烛什么的 见什么 咱们去外面走走 上外面干嘛呢 就这做做多好 好 好 白贵妹子 你爸爸他 如果贺老婆他看见了这个 看见有什么 谁说我们俩 就不能单独说说话了 来 来 你拿一盒烟 什么意思啊 不是叫你抽烟 你拿着 两只手呢伸得远远的 如果贺老婆他回来看见了 那咱们不是感觉很清白吗 不是 比我还封剑 行行行我拿着我拿着 真是 陆老师 今天 你的主意可真好 举这个牌子 比货口完盖 可用多了 能能化人 就是我一样 眼子多 我手里头啊 有一份报告 他提出了如何处理建扎的新思路 我看了以后是很受启发 过去呢 我们只想着如何迅速地开展重建 可是忽视了群众对从前家园的感情啊 缺乏用发展的前瞻眼光看待重建 可是一个刚刚回寸的大学生 他想到了 当然了 这份报告并不系统也不完善 可是他对我们的工作 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建议大家呀 认真地看一看这份报告 老姑 让大家传阅一下 这份 家里还有酒吗 没了 要不我去贺老伯那儿给您要点 算了 不喝了 借酒交愁 愁更愁 有什么愁的呀 李市长不是同意 考虑咱们的要求了吗 他可没说不在咱们凤凰村对建章 今天要不是霍虎拦着 咱们村就没了 哎呀 只要上面一动这种心思 你看着吧 早晚的事 不会 李市长答应 认真看我的报告 我有更好的办法 他们干嘛不用了 你以为你谁呀 你的报告是圣旨啊 叔 霍虎 来 多多多多 来 都来了 来 坐下坐下 小叔 嗯 我在想啊 咱们村重建的事不能再拖了 这上课什么意思也不知道 万一 要再来一个建家重建 那不都玩完了 哎呀 我也为这事发愁呢 你们说 该怎么办 叔 这事一早不一迟 我的意思是 应该尽快自己动手重建 重建 钱从哪来呀 哎 哎 你能不能不插嘴 这是我们村委会的事 你接着说 我们逼向吧 爸 既然您说到这儿了 这同意书 就差您一个人的了 你什么意思 您想好了 我是不同意你们这么干 你要是摁了手劲 这儿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跟你们对着干了 你的意思是 跟我们大家对着干 你敢不敢爸 你还别逼我 哎 老子就看看 你怎么跟我们对着干 你怎么跟我们对着干 嗯 嗯 陆老师 哎 你还别说 你唱歌还唱得真好听 哎 我又写了一首歌 哎 还没写完呢 写完了以后 我唱给你听听啊 就是 就是 不知道你觉得好不好听 哎 当然好听啊 嗯 嗯 来电了 我回去吧 哎 我爸还没回来 要不我再坐一会儿 哦 哎 哎 滴正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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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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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安院长 你是安院长吗 都一样 什么都一样 他是女的 我跟你说吧 是吗 是吗 那我先走了 好好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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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这么心血吗 今天没什么人 哦 没有 我刚看了几个病人 出来休息一下 哦 哎 我马上到省城去进配件 要我带什么东西吗 不用了 嗯 那你注意休息啊 我走了 霍雷 嗯 哎 替我去看看那些鸽子 哎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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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管着 啊 你对劲 哇 四个五 大 哎呀 哎呀 小点声 别让人发现了 哎 这地方谁找得懂 就是 懂什么呀 我听说啊 古花村有人打扑克啊 被马千里抓了 造真餐了 不会吧 那是他们还笨 哎 那我们还是干回去吧 干什么呀 别说挣那几个打鬼的钱 救不了某宋红村 就算我们挖出一座新山 这上头 要让你填建杖 你还是不一样得填 我看啊 我们是没希望啊 哎 虎哥不是顶住了吗 顶住 寄个条子啊 就盯着七串蒲蒲干 嘿嘿 我们啊 就等着异地重建 进城吃赏品粮吧 就是 混一天算一天 出牌这边 该谁了 你打不打呀 怎么不打呀 你不是四个五吗 正好 四个六 哎 等会 嗯 黄炸 顺子 哎 三代一 五大九 没了 快点倒上了 五两个都洗杯子 来 洗盘去吧 我给你开了两天的药 好 谢谢阿姨们 哎 小猴哥 进等一等 有事吗医生 不好意思 你用这张厨房去去药 这怎么回事啊 照我的话做 行 行 真是回事 哎 哎 看着啊 我不能再开厨房了是吗 这 你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啊 哦 是卫生局领导决定的 主要是你的身体 让你多休息 是 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好 我走了 去吗 我得抢 快点 七月 你这就要得了 你这千 四度五 炸了 离队王 炸了 你回来了 開车 来 来 来 太少了 再 再来这 什么呀 他们俩是老白糕 我这个 好久 虎哥 虎哥 再员工啊 卉杉 你来了正好 我这份规划草案 麻烦你妈妈再帮我看一看 正好我搭霍雷的顺墨车回去 行 行 那个是霍虎吗 他这么急着去哪儿啊 看小凤去呗 他对小凤还真是一往情深呢 霍师傅 问你个问题啊 你希望小凤嫁给霍虎 还是刘家川 刘家川 为什么 霍虎可是你弟弟 小凤心里只有刘家川 对了 艾院长最近怎么样了 他那病好些了吧 霍师傅 你总是这样把自己包裹的听解 对了 哎 你们凤凰村开始重建了吧 我呀天天听你打电话 对你们村的事都熟了 开始见了吧 你呀不能跟他说实话 你得跟他说 你们村见的有特别特别漂亮 多么的漂亮 他就爱听这个 院长 我来吧 不用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正好就当锻炼锻炼身体 可院长 我挺好的 去忙吧 好 好 不是 等我们在眼前 人 蜘蛛 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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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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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